每天都有一個大驚奇 我們32強的賽事 我們的八餅的話 吃下來我們還變成兩鏡廳 蛋糕 還沒聽 真的要湊一射 湊一射 又再湊一射 但這個二餅去讓 國旗哥碰到 還沒有聽 對 這樣的話連兩把湊一射 我們的蛋糕哥 有沒有 腕子 有了 有耶 這樣聽牌了嗎 還沒 目前還沒聽牌 一盡聽的狀況 國旗哥也是一盡聽 兩個一盡聽的對決 那彭宇這邊 西風 彭宇這邊也一盡聽 阿貴國中也是一盡聽喔 阿貴國中也是一盡聽喔 香港不要有湖就湖喔 當然啦 當然啦 當然我是不知道你要什麼 但是 我想一下 戰術有一個分色 有湖就湖 這個是戰術嗎 沒有啦就是 他的策略 他的策略 他說你當然是有湖就湖幹嘛要拼自摸 除了國旗哥啦 國旗哥是一定要去拼自摸來晉級的 有了 聽牌14萬 哇 那我們的國旗哥率先的聽牌 他只能 他只能自摸 14萬 對這邊的話 我們的國旗哥先聽牌了 阿貴國中也聽了 一條跟9萬 一條嗎 這是 三餅 哦 那14萬 還有嗎 一條來了 放槍 這樣放槍的話 我們恭喜我們 對 阿貴國中跟我們的蛋糕哥 順利晉級 謝謝阿貴國中 哇這個湖牌 哇 關鍵湖 我們阿貴國中湖到了第21把牌 對 也幫助我們蛋糕哥順利晉級 對 剛剛蛋糕說謝謝阿貴國中 哇 這把牌實在是搞到最後一刻太緊張了 因為我們的國旗哥其實也聽牌了 對 哇 這一把的話 對 這樣的話就恭喜我們的 阿貴國中跟我們的蛋糕哥 對 沒錯 在最後一圈的時候 我們的蛋糕哥的自摸 超車了我們的國旗哥奠定了勝機 對 沒錯 那最後我們的分數是 大家看到我們最後的分數 我們的6萬9千2 我們阿貴國中對上我們的 我們的蛋糕哥只贏我們的國旗哥 三千分而已 蛋糕這個放槍滿關鍵的啦 關鍵放槍 幫自己晉級的放槍 哇 真的很少說放槍會這麼開心的一次 真的 好緊張喔 幫助了自己的晉級 對 今天的主賽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喔 不到最後都不知道誰會去晉級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線型圖喔 到最後 請 請 請